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就讲美股了, 都是星期二, 4月18号的 喂, 美股呢, 基本上,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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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一个很hot的profit 那, 俄国外长的章, 零一的章, 谢谢 他就说, 虚美元化, 勢不可, 逆转, 并将加速 其实都是, 这几个星期都经常听到这个 比如说, 巴西的劳拉, 再访问中国, 又说, 喂, 不用美元了 上个星期就这样讲得很厉害, 虚美元化 其实之前都不断, 也有些人都出声的 是, 那就讲到真的, 和美国真的要打面 很多国家, 是不是 就是不听俄罗斯的 俄罗斯就反了, 其他那些就做 我不用你美金而已, 不代表我和你美国敌对 那是这样的意思 是, 没错, 没错 但其实在美国角度来说, 你等于拿我命而已 怎会不敌对啊 是, 那其实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就很诡异了 因为呢, 以这麽大件事来说, 都不是那麽好的事情 对美国来说, 那就是美元各方面的资产呢 就是, 华尔街似乎都是, 帮美国佬啊 其实很多东西都, 美股, 美债, 美元, 其实就, 没什么太大的动作啊 全部东西都静下来啦 那, 我们看看十年期债券嘛 十年期债券, 美国债券这些是很大的金融 对不对 有很多大师就分析说, 你去美元化, 其实很正常 在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行的时候 或者有个趋势是要点值的时候 那些资金就要走的嘛 债券很多时候都是重灾区来的 但是, 美国的债券现在是什么环境呢 我们看看不分 这个十年期的债券啦 是 OK 橙息就有一个频道向下的 那就是如果根据这个频道来说 债券一路慢慢慢慢的数下去了 OK 那就是有人要的那些债券 或者是期望它很快 半年之后, 美国经济不要要减息啊 是那个思维的方向向下的债券 OK 但是另一边呢 有一条黄色的线在这里 如果那个十年期券 跳回到黄色的线那里 那就有个可能 这条黄色的线 就是利息要升破四厘 这样呢 就是十年期债券是被人抢售的 这个 而且未来不是减的 而是要加息 OK 所以 十年期债现在是一个 一个吊鬼的情况 嗯 当然 如果对股票对黄金来说 最好的情况就是 这个十年期债息 就向下跌 就跟着那条橙色的隧道 一直是这样跌下去 拆穿下面那条隧道底 那条黄金 他估计来说 都是好的 意味着减息 那我们看一下他最终于这边 因为 因为其实 以鲍威尔的性格 当然是想减息 是不是 就是以决包做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如果 工匠扎到来的时候 那他怎么减呢 嗯 嗯 那 那他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交叉点 要减要加就 嗯 那我们看另一张图 就是美燃 继续走着这个大型三角 那不久将来呢 就会 说到给你看到 究竟向下还是向上 嗯 那一向下炸穿了 那 那 那美元呢 就会跌 那就 股票 黄金 都是会 好的 现在是这样的 那我先报一下 现在这个是图形 而已 他说这个96.77 都是那个基金数字 现在呢 我做节目这一刻 他又回到102 但是较早之前是跌穿101的 都反弹得叫做 挺好下 所以 他其实都是一个三角形 大家在够紧力 是 扯紧大栏 就是 美股里面的科技股 超超超超 OK Telastic 是啊 其實 就真的 虽然很多人不期望 他就是 他就是 如果这个鱼仔 成岛 成岛 我想可能 看回我们始高位也不然 他这个 他这个 下了 这种 但当然 如果做出来 失败向下穿的话 那 就 那条路 那条路就是 真是 它有些资产有问题 那 那 其实是很奇怪的 因为 因为 为什么在这样的路线里面 那些美股 这些高风险的科技股 那些高风险的科技股 还可以守得住呢 是吧 那真是令人费解的事 不过 暂在一个投资者 一个trader来说 就看着风险 就趋势似朋友 那 就看着你觉得是 向上趋势 就向上趋势 向下趋势 就向下趋势 那这篇图对我来说 我就 我就 我就真的不敢看探力了 就这样 那我们看看 Apple Apple都是轻微升穿的 那 如果 他站在这里 跟着再向上趋势 那 我想作为一个trader来说 就应该可以跟一转 而且 亦都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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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pple不死 其实 Nestern 500 Nestern 都很难死 因为 本身的数据很大 那 然后Microsoft Microsoft 更加 有理由 不跌了 现在 明白 所以 这个 这个 GPT 嗯 嗯 所以 就是 就是 男友来说 真的 不好受啊 嗯 好 继续 何志光 其中一个 可以评估到 美股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VIX VIX 基本上 就是 在美国里面 那些 奇权 那 他们那个 保险费 究竟多少钱 就是说呢 如果那些基金经理 怕来着 虧跌呢 那他又不想 卖走手上的股票呢 那最好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买一个 VIX 啊 好像保险那样用 那到市场跌的时候呢 这个VIX 就会涨了 那来对冲回它的损失 那 所以这个VIX 是有意思的 那 这个呢 就是五年的VIX 那全部标了上去的那些呢 你都会发现 就是 美股大跌的时候 那这个VIX 就要标上去 因为 人们要买保险金 那 如果VIX 在四十楼下呢 基本上 你看回 美股的走势呢 其实都是 平稳向上的 那 那现在呢 我们面对的情况呢 就是 那VIX 就是 17.3 那 为什么 VIX 会是 又说去美元化 又说 美国倒闭 跟着之前 又说 美国那些 细人行制提 为什么VIX 会 可以 这么低的呢 那 那 这个也是 令人废解的事情 但是 如果那些 trader 是相信VIX 的作用的话呢 那 我相信 他们会选择呢 就是 向上 trader 现在是这样 跟着的趋势 因为 因为 VIX 低的嘛 就是没有人买保险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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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了就是 会不会来 就是 雖然外面 这么害怕 对美股 会不会 那结果就是 美股 是慢慢向上升呢 那 所以 这个 绝对 不排除 他 他说 暗底 正在印银子 保小银行 小银行 小银行 那些 债券 给联储局 买了 就是套了现 手上有钱 那些钱 转下转下 会不会转进股市 也不排除 那 我看到的就是 似乎 华尔街仍是有人力 将股市再放上 那一次之后 割完酒菜 这样就不知什么 述境 可能那时候 要衰退 民情 也不容易 所以 其实有机会 就是 这一次上去 也不是什么 基本因素 对 所以 走上去 也不要浪费 多次走上去 可能是这样的 那 那 又是07年的局 07、08年的局 那些什么 波士丹 出了事 次案出了事 还要 炒了一转上去 港股值通车 三万二点 那些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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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纯粹 我和 河智光 现在变了三转 那 那 纯粹是 大家不要认识 那 那 就是 全部的 无论 看好 自己也要 看着 因为 赢出也是你的钱 是 是 我们 对美股 看得很淡 真的 不算 你说去美元 不代表我们对美股 一定要看淡 先说明 他们有方法 可以再加多几个月 再加多一段时间 总之 现在看也是这样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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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股先说到这里 没有投资意见 跟他分享 好 就这样 拜拜